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来自花莲县的 宜昌国小 林时凯 林友宽 曾宇伦 何冠颖 古尚典 以及他们分享的ICC 塑造彩虹无数出客 大家好 我们是花莲县宜昌国小的学生 宇伦 永宽 上典 直凯 余轩 冠颖 上台翼鞠躬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我们的彩虹年队 在过去一年中执行了什么重要的任务 花莲我们的家乡在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旁边 我们日日夜夜它上半 它就像我们的母星一样给了我们很多的学习养分 过去几年我们享受了许多的海洋课程 例如赏金 华土木舟 海岸踏踩 也常常全体总动员到海边进滩 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时 我们才发现它不再像我们一直想象的依旧美丽 去年暑假老师带着我们到门诺医院 它可以继续承受下去 现在北太平洋垃圾带的垃圾量以及是台湾面积的44倍大了 我们还能继续这样下去吗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拯救我们的大海 在了解塑胶的严重性后 我们发展了三大减速行动 分别是ICC海洋废区物调查 以及无数生活体验调查 之后是全校性的彩虹特教无数市集活动 在ICC海废调查部分 我们在去年暑假一共进行了五次禁滩 禁滩?以前不就禁滩过了 现在的禁滩跟以前的禁滩差在哪里啊 当然不一样啊 我们想要知道海滩上的垃圾到底有哪些 因此我们将捡到垃圾进行记录并且一一分析 结果你们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吗 除了宝特瓶、宝力龙这些 我们一开始就想象的到的东西之外 我们竟然还捡到了安全帽和马桶盖呢 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关系 在所有垃圾当中占最多的就是塑胶垃圾了 我知道你们做完假查后 还做了很多穴道的活动 有哪些呢 我们有在校园内举办快闪海洋剧场宣导 让大家知道海洋垃圾以及吸管 对这些海洋生物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 接着我们邀请全校的师生一起和我们去浸滩 并且和他们分享 我们捡到的这些海洋废弃物可以如何再次利用 知道塑胶对我们危害以后 我们决定从自身做起 将一周的垃圾进行记录 结果我们发现塑胶垃圾竟然占了全部垃圾的80%呢 不要怀疑你的双眼 上途的垃圾量是四位学生加四位老师 正常生活一周所产生的垃圾量 你看是不是非常惊人啊 在了解一周的垃圾量有多少后 我们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于是我们先去访谈了两位减速达伦后 便开始为期21天的无数生活企业 不仅买便当可以用便当盒装 就连买肉买面包都可以减速哦 这就是所谓的天下无人事只怕有心的嘛 大家请看上图 你们发现了吗 在这21天中我们不只把塑胶量减草 连其他垃圾也一起减草了呢 知道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要推广给社区民众知道啊 于是我们上街推广减速宣导 他们也获得不错的回响哦 既然了解了减速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在学校里推广这样的概念 让全校师生们跟着我们一起减速 而且我们还想要结合传统的彩虹市集 什么是彩虹市集 彩虹市集是我们学校的特殊教育班级的传统 在以前只有身上资源班时 老师希望这些同学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 贩卖物品帮助别人看见自己的美好 就像彩虹一样因此创办了市集 今年的市集我们结合了自由班跟身上班的课程 并把简素的理念放进市集中 让更多人看见简素的美好 等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做了什么努力啊 首先我们在制作商品的过程中 尽量减少使用塑胶类包装 例如在购买魂物料的时候尽量购买大包装的 或者是呢在时间跟蛋商交流进行进货 来减少塑胶包装的产生 但是啊有时候不得不用到塑胶带时 也要尽量以物多用哦 这就是我们的商品非常的多样化吧 除此之外我们还到全校各班 以及利用学生召会的时间宣传我们的市集活动 并且宣导这次的贩售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要请各位同学自己带餐盒钱来购买 就当圣山节的那一周 我们的彩虹市集盛大的开幕了 这一周真的是蛮翻天了 从一早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商品 到了下课我们又要冲下去贩卖 但是看到这么多人支持我们的行动 菜股的努力也都值得了 没错活动进行到第三天时 具有九成的同学不需要提醒就能自备餐盒 所以说减速真的不难 不止如此呢 有许多乐视的家长提供免费的商品给我们贩卖 全校吃穿一起享用这个活动 这个让我们非常感动 在阴麦结束后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该如何运用这笔金钱 最后我们经过投票决定 我们想把这笔款项六万多元 分别捐给两个海洋保育单位 分别是花莲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以及世界绿色和平组织 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够继续保育我们的海洋 做我们的大海守门员 但是 大家以为我们的减速行动已经停止了吗 不不不 我们必须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在今年的3月28日 我们花莲的外海出现了一对大四金的骨子 当大家都非常兴奋不已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大四金宝宝的身上 竟然卡着一个废弃的鱼网 除此之外在4月11日那天老师出台赏金 亲眼看见一只花纹海豚的背起上 卡了一个白色的塑胶袋 老师说当时全船的人都傻住了 我们听到后也非常的担心 不知道这些海豚会不会务实塑胶袋呢 所以啊 减速它不是一个口号 更应该是一个长久的行动 当这些海洋生物已经出来向我们求远了 身为制造垃圾的我们 还能默视它们吗 最后我们想邀请大家一起保护我们的海洋 从今天开始减少使用塑胶垃圾 如果您觉得减速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请您试着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一起加入我们的减速行列 谢谢大家 哇哦 很好很好 非常好的议题对不对 这样子 你们呢在学校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分享对不对 我们今天借由这个那么好的机会 全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校的孩子们也都在这边 我们在台上的一位同学 讲提供一个方法给大家 给底下的这些大英雄小英雄们 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怎么样落实减速生活 也提一个 很简单可以做到 随手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 我们再把它弄到那个冰棒棍上面 挂手上提醒自己 好 来 来这样 其实像小学生的话 我们发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早餐店里面把早餐吃完 或者是就是买早餐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去学校都会带餐盒跟水壶 那所以你早上的饮料可以直接装在水壶里面 然后食物可以直接先放在餐盒里面 然后再放在餐袋 是不是好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准备减速四宝 就是有环保杯 就是拿来装饮料或水杯 然后再来是保鲜盒 就是拿来装吃饭的东西 OK 然后再来是环保餐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环保蛋 你可以把所有的环保 环保的东西都放到里面 好 减速四宝 不是马路三宝 大家随时期待减速四宝 来 你呢 就是呢 假如我婆婆妈妈或者是家庭主妇去买菜时 我们可以拿我们的保鲜盒 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去买菜 把我们的菜货 装到保鲜盒里面 就可以减少塑胶袋的产生 好 你 就是例如去那个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就是假设东西少的话 你就可能就自己带个保鲜盒 然后自己拿在手上 然后就可能不会掉 但是如果东西比较多 你就可能再多带一个环保袋 然后多带几个保鲜盒 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因为不会产生塑胶垃圾 好的 来 很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以前要省钱 又可以大杯的话 就是建议大家用环保杯 就是环保杯 因为老板也不知道你的那个杯子容量多少 所以他就是送比较多 然后而且有时候还会省钱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好 不错 这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方法 对不对 有这种利诱 有诱因 我们大家会常带 对不对 像去这个便利商店 大家买咖啡 你自己带杯子 都会便宜个两块 对不对 一块 你们那边 我们台北两块 Saven两块吧 两块吧 对不对 到那个什么星巴克 还便宜十块钱 对不对 而且其实我之前去买便当的时候 其实你拿餐的去装 那个老板会帮你装 就给你多一点 或者看起来特别好吃 自己的便当还看起来特别好吃 对不对 很像自己家带的 哇 来 但是那个 去饮料店可能买个饮料 你绝对不可能拿个武功证去装 但是一定会骂翻 好 台上的六位同学呢 刚刚已经分享了很简单 我们随时随地 随走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希望呢 透过他们的做法 想法的建议 能够带动各位 在座的各位的改变 好不好 明年呢 或是今年年底 如果我们国际年会的时候 大家来参与了 希望大家都自己带自己的环保杯 环保块 随时把我们的四宝都带在身上 好不好 来 再次谢谢 来自花莲的同学们 宜商国小的 来 欢迎我们的这个辅导员 林佳琪 陈怡君 你们的陪伴以及指导 谢谢 好 来看这个 哆啦爱梦哥哥 好 再次谢谢来自花莲县的 宜商国小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 祝导